第一次江議室王輝杯全國哪求挑戰賽 經過五天的結論賽事 在7月30日在江議高中天獄館 去辦冠軍賽由政代行營 對象在台灣蘇環台下 最後是由政代以九十一分比四十九分的差距 承認在王輝杯的冠軍 江議室府市長大社會 代表的市長王民會教長來觀賞 為冠軍賽來開球 當時要來求完在救場合規實力 典型運動家的精神 江議室府市長大社會代表市長王民會教長 為契機的貴冠軍向蘇環台下辦賞 當時為冠軍賽來開球 散播精采有個刺激的比賽進食電區 在逢自一年王輝杯全國哪求比賽 參加隊後實力進行 包括台專加州八隊 各長加州十六隊 国庄家祖16队总共有40队 第1千名的队这万港参加 来自专门的那球好笑 去接着会 来看比赛的球会 经济中将其国庄体育馆 被人家贴摸摸 疫情渐渐恢复之后 家宜市的王辉碑 今天邀请赛偶 重新的再点燃这样子的战火 那么从21号到26号为期五天 有来自于大专家祖有八个队伍 高中有家祖16队 国中家祖有16队 总共40队将近块 1千多名的队支援 来到家宜市参加比赛 那么这次我们分数三个场地 一个是东区的体育馆 还有再来就是 家宜国中还有家宜高中 那么家宜市的王辉碑 其实承袭了当时 家宜高中王辉老师的 这样子的一个热血篮球的 一个精神 所以每一年的暑假 其实也欢迎各位 所有的球迷朋友 以及喜欢篮球的伙伴们 进到家宜市来 看这几场非常在地 而且原汁原味的 篮球热血竞技比赛 欢迎大家来家宜 谢谢 因此王辉高年 一世人 奉献让纳球的日前 港区市政府 在在日空日后年的 昨天起办第一次 王辉杯 争国纳球邀车赛 因为港区 十年都会运动兴殖 虽然今年 只都因为疫情停烦 但是疫情经验 报告日期之后 特别起办 王辉杯 台阳挑战比赛 要加倍对UBA的球队 来到家宜交流 今年顺利会 学基盘 让大家讨过 王辉杯 并看到少年球馆 武汉的青林 就请为的对这款港 加上球员 拥挤家宜市 不只是打动 运动风气 也为港区市 担来 运动经济的行业 世新新闻 中电视王辉孙 港区市 蔡红博德 再讲 吃喝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漫游 深入加益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 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